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 江西 直立等地 1596年本草纲目首次在南京出版 很快就传到日本 以后又传到欧美各国 先后被译成法 德 英 拉丁 俄等十余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成为16世纪以来 世界各国生物学 植物学和医药研究者收藏探究的必备宝典 本草纲目是以唐顺威的正类本草为蓝本 并吸收了神农本草经 明医别录 唐本草等有关著作的成就 结合李时珍自己的经验进行加工 整理而成的一部医物学巨著 分为水 火 土 金石 草 谷 菜 果 木 福气 虫 林 戒 琴 兽 人部等十六部 约一百九十万字 其中人部说的是与人相关的可以入药的物件 李时珍列出三十七种 有乱发 头垢 耳塞 齐头垢 爪甲 牙齿 人屎 人尿 人骨 眼泪 人汗 人精 人胆 人肉 人血 木乃伊等 用它们构成二百八十四个一方 李时珍写人部十分谨慎 因为以人的物件为人治病 本质上已经陷入吃人而救人的悖论 那么李时珍为什么还要写人部呢 因为本草纲目旨在及前人之大成 凡是前人记股的一方都要收入 即使是不良一案也要记录 但一定要加以说明 基于此 李时珍为人部设定收入原则 他认为无害于道义的一案 会详细计数 残忍协会的一案 要作为俘虏 省略计数 还要说明自己的态度 那么什么东西无害于道义呢 比如人史 还有小儿胎史 粪青 枪狼推入土中的粪球等 在本草纲目中都是粮药 可以解猪毒 蜂丁肿 致伤寒热毒等 在人骨条目下 李时珍计数前人一方的同时 坚决反对用人骨治病 他说 狗都不吃狗的骨头 人却吃人的骨头 可以吗 在人肉条目下 李时珍因陶九城南阳绰庚禄写道 古今乱兵食人肉 为之享肉 或为之凉脚羊 此乃盗贼之无人信者 不足诸矣 在人胆条目下 李时珍说 有些残忍的武夫 杀人取胆 放入酒中饮符 认为可以让人更勇猛 乃君中谬术 君子不为也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 引入永社 我们下期再见